九霄寒夜暖,寒蒸化身行走的充电宝,专制苏九儿大晕小晕 你有病我有药系列又多一对极限拉扯CP 什么病这么神奇,只需贴贴不需嗑药 苏九儿最后治好了吗?和寒蒸是不是HE? 九霄寒夜暖苏九儿的病可以追溯到齐,狼,人圣火一师 为什么只有寒蒸能治,别的狼人都不行 捧破窗户指无非寒蒸身份特殊,是狼人的少主殿下 最后人族和狼人达成了共识 苏九儿久病地来龙去脉揭晓 寒蒸既放不下责任,又舍不得苏九儿,选了双权之法 苏九儿一旦治好,还能不和寒蒸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吗? 话又说回来了,苏九儿小时候,他爹老苏就去过狼人的大本营 经历了某不可思议事件 苏九儿母亲是个大夫,枕了老苏的脉,苗懂老苏时日无多 一天夜里,一家三口一起看了星星 老苏很快去了天上 之后,苏九儿的病也是不好治的节奏 苏母想了很多办法 直到苏九儿长大,有了一份公差 健康状况依然堪忧 韩正哪知道苏九儿是什么体质 初次接触,拎着苏九儿来了个360度大旋转 把未来老婆按在桌子上狠狠摩擦 苏九儿也就不和他客气了 再次见面直接绑了 头一晕弄,还出了一场火灾 韩正正托束缚救了苏九儿 外赠电被服务 苏九儿觉着韩正好像能治病 想装晕来着 被韩正一秒拆穿 之后,做了几次试验 苏九儿越发肯定 只要和韩正贴贴就能健康长寿 韩正象征性拒绝并没有什么用 付费充电业务除了开通还是开通 最后干脆连钱也不收了 苏九儿不提制查 韩正主动送起了贴贴 问这病是怎么治好的 只能说狼人王子是董虫老婆的